大家一致要求我们来观战一下国服S1红蝶大牌节 看书了不要怪我 是我们直播间现在1300多位观众所要看的 看待 傭兵 机械古董 你别说这阵容 红蝶真不太好说 这个阵容上来抓个机械石的机械石飞轮加双坦的 娃先放了 飞过来 一波距离拉得非常的近 机械石这边下板子有没有机会抽一刀 卡板绕一手 拖 砸头 这一头砸到 不过这边的话想转点其实有点难 他没飞轮 飞轮CD好了可以转 这边的话压进步 这个机械太茅是不是我们之前观战过的一个绝活毛女啊 我没记错我之前观战过他的毛女啊 就李奥的回忆啊 打得非常秀对吧楼梯一玩一个压进步人没了是不是他 这边的话看娃娃能不能保下来啊 这个娃估计保不下来 这个娃保不下来的话这把穷者应该是没有多跑的可能性了 这个娃能保下来其实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来看红蝶这边闪现省下来了 佣兵这边过来救人 有没有闪现 落地牢 闪 哎没闪中 假动作 打 这些老佣兵 救人真的好稳啊 这些老幽兵救人 看待员想打一波 可以啊 打一波如果打下来的话 机械师有飞轮有娃可以放 是可以考虑二六的 机械师倒的这个位置你别说啊 这不处理掉这看待员还真没办法挂人 飞过来 但机子是属于不够的 这个局就是看待员拖归拖 我觉得他拖不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这边机械师 这波千放可以啊 这波千放 这波千放非杀人细节呀 这波千放打得漂亮 你翻下去呢 吃我碟一刀 这边佣兵选择不救人 拖一拖 救下来红蝶这边飞过去直接一刀抬走 这波打完我觉得红蝶迎面打出来了 这波打完红蝶迎面打出来了 当时看待员这边过来 其实给红蝶的压力蛮大的 一刀这边的话娃娃没放 那古董商再来 古董商离得太远来不了 来不了的话这边挂飞了 看待员 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来不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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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了我可不想算呀 小兄弟啊 啊刚才你不举着磁铁很嚣张吗 这边地下室哦 这里是个地下室 你们佣兵哥哥半血 你们佣兵哥哥救人是救的很好 但是你但凡倒在这里地下室 我看你哥怎么救你 算机子 现在密码机 各差50% 其实挂遗产会更好 对不要挂地下室 挂遗产干扰佣兵的密码机 他甚至可以底牌切尸藏的 穷者的密码机一定不够 古董商都得过来 古董商一过来密码机更不够赢了 还是刚才那波楼梯的那个处理处理的细节处理的好 这波处理太绝妙了 我都想去看回放 牵起来 牵下来以后放 再骗这个勘探员 然后跑 跑过去以后 还打出了一个取消插刀 哦不是取消插刀 把看待遇吸过来了 这边不敢挂过去啊 挂过去的话可能会被古董商打 就堆着这个看待遇打就好了 莫百刀还打中了 这越打越顺了呀 侧边过来拦住 懒飞轮 一棍两棍四秒止割 人先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 看待遇有没有飞轮 交飞轮 一块磁铁 关键核心问起这两台机子怎么办 这傭兵还躺在地上呢 大姐打的是不错 救下来看待遇还能保 但你们大哥还在加护必防呢 大哥还没起来呢 过板刀 三成 混兽 回升一刀 这把他打出了几个震慑啊 四个震慑了 五个了 要追一个四杀 看这种操作 看完了以后 你自己打你就越打越觉得这游戏 这游戏真没赢 漂亮 叶刀 帅 是不是 我们玩的不一个游戏呀 直接18秒止割给你拉满 然后投降 好看 发布 brands 予 让